战謀小美琴直求對決中國戰狼 在蔡英文執政時期 兩位女戰將聯手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 推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如今小美琴的政治外交能夠開花結果 即使早在她年輕時期就開始配置交換 小美琴還不到30歲 就在黨內展現長才 當上國際事務部主任 總統府部門和貼身翻譯 後期派駐美國成為台美關係最強的建築師 小美琴的外交能力 美國官員和媒體都竖起拇指肯定 從前白宮和國務院都禁止台灣駐美代表進入訪問 然而小美琴突破了這道結界 即使因中國的阻撓限制 還是無法大搖大敗出入重要場合 但低調現身的小美琴 展現出的軒昂氣語還是讓人注意到了 紐約時報下筆寫小美琴 形容她是華府裡沒有頭銜 卻最具影響力的大使之一 美國前國安顧問也不約而同 直指小美琴在華府的表現 令人印象深刻 小美琴在美期間積極游走朝野各地 不分黨派 拔干警 爭取他們對台灣的支持與好感度 小美琴在美期間積極游走朝野各地 不分黨派 拔干警 從小美琴接受外媒專訪的內容 可以窺見她出色的外交口才 無論對方從任何切點發問 她總能找到與台灣的連結 說服他人支持台灣能夠創造雙贏局面 我覺得外交就如同貓的步伐 再踏出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 小美琴不親中的立場 被中國說很危險 有美方的態度又被國內反對黨 罵是美國的代理人 小美琴像是走在鋼索上的戰貓 就算身段柔軟 還是不務為由 小美琴延續蔡英文的兩岸政策 維持現狀是限下台灣人的最大公約數 也是國際社會最不緊張的狀況 但小美琴也不斷提醒各國政府 中國威脅不僅存在於海峽兩岸 香港 印度邊境跟南海等地 也都危機四伏 所以我們不會讓國際社會 抵抗我們進行那些決定 小美琴從最強的外交使者 在晉升成為台灣副總統 憑藉他先前累積的政治資歷 帶領台灣踏上更大的國際舞台 達成更多的外交途破 立刻下載晉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